欢迎老位 前面听到了男生说 这个女嘉宾什么 花钱大手大脚 诸如此类的对吧 后面我听到一个信息 挺让我引起我注意的 女嘉宾说什么异地了 是吧 可是资料上面都说是西安 你们能不能先把这个异地 这个问题先说清楚 怎么就异地了现在 就是因为她已经毕业一年了 然后我今年马上也要就毕业了 两个人因为之后工作的问题 就是必须要面临异地的这个 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啊 我现在在西安陪她读了一年了 然后是打算去天津的 就打算来我们天津了 对 你呢 我是 就是之前一直在外地上学 想回成都老家 行吧 那就从男生的烦恼开始说起吧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俩就像正常小情侣一样 吃吃饭 看看电影 逛逛街 很幸福 但是后来我发现她 特别冲动对于花钱那方面 比如说买衣服 她看上好看的就要买 一次买个五六件 她买了不穿就放在柜子里 等新衣服上了以后再买新的 把原来买过的就收起来 但一次都不穿过 挺浪费的啊 就所有女生不都这样吗 而且我就一次买的那种价格也不贵 我也不是说买了就不穿吗 那女孩子买衣服肯定要讲究搭配一下 这次买了你肯定下次要买 你练一条裤子啥的去配上一件衣服 就总不能穿的乱七八糟就出去 那也挺不好看的 行行行 她说乱七八糟 那你说买衣服 她买一堆打底裤 你看打底裤黑的灰的那都有 她买的其他五颜六色的 又不好看 结果她也不穿 我也就不是说不穿吗 你都说的是打底裤 那都穿在里边的 你也未必看得见呀 而且有时候我跟朋友出去玩啥子 我也就穿 又不是说非得穿给你看才叫穿 是是是 我问个最核心的问题啊 她花的是谁的钱 花你钱了吗 没有 但是她花钱简直就是没有一个度 像有一次我们俩已经都快月底了 学生当时学生时期 那生活费也已经快没有了 她看上一个墨镜 就非要买 觉得好看 我就觉得她像买衣服一样 买了以后放在那儿 戴上一次就不戴了 但怎么劝也不听 最后买上来了 就放在那儿落灰也不戴 是自己挣的还是花父母的 钱就是有一部分是父母给的 还有一部分就是自己出去兼职 挣一些 反正就是提醒一句 虽然是自己挣的钱 如果自己挣钱自己花 但是希望有个良好的消费习惯 我觉得确实我们俩之间怎么消费 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 但是有一次我朋友请客吃饭 我和她一块去的 别人都不点 她非要点 点上一桌子 自己就吃上一口 我觉得这不是很合适 这是为什么 就我看那次大家吃饭都没点喝的 我就想点上一扎橙汁 大家都能喝 就还有那个蛋糕 觉得那个蛋糕最好吃 我就想点上 结果后面吃饭啥吃太饱 我就觉得就不能一口都不动 我就吃上了一两口 如果人饭店肯买一两口 我就只买一两口 但人家只能一块那样卖 你吃完饭你可以跟我一块 我可以单独给你买呀 对不对 自己也知道不合适了 是吧 再一个就是 虽然说她没有花我钱 但是我想她也不能 这样子花钱大吼大吵 也没有一个度量 有一次花钱花就是太猛了吧 她问家里就一下透支了 三个月生活费 然后 不是透支谁的三个月生活 家里 问家里要了三个月生活 她总是这样子 我觉得让生活压力会非常的大 我跟你说 这就是很多这个老年人 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 就经常会说到消费观的时候 就说咱们量力而为 为什么一说花钱大手大脚 虽然我们没有权力说的 对吧 男女朋友 但是我们会想 想起来就很可怕 因为当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养成了 这种习惯之后 可能会对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 我相信这是男生的担心之处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